2月14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方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一新介绍 截止到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1716例,占到全国确诊病例的3.8% 截止到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是1716例,占到全国确诊病例的3.8% 其中有6人不幸死亡,占全国死亡病例的0.4% 其中的湖北省报告了1502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占全国医务人员确诊病例的87.5% 武汉市报告了1102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占湖北省医务人员确诊病例的73.4% 为了保护关爱医务人员,解决其实际困难 财政部、人设部等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如为疫情防控医疗机构紧急补充工作人员 为医务人员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核增一次性绩效工作总量 开辟工商认定的绿色通道,及时落实相关待遇等 截止到昨天,各级财政用于医疗设备和防护物资购置 支持改善医疗卫生机构设施条件的支出达到了259.4亿元 对参加一线疫情防控的医务和防疫工作者按照风险程度等因素 分别给予每人每天300元、200元的补助 这个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的强额负担 专门合增一次性的,并且不计入总量的工资额度 进一步发挥这种激励保障作用 特别是对于履行职责 我们冲在防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工商认定问题 我们采取特殊特办 这个开辟了绿色通道 近期我们专门还对这个一线的医疗机构 临时增补人员采取特殊措施 我们采取线上的一些招聘办法 可以通过线上的这种面试、考察 直接招用聘用 现在我们有几个四个城的十个地市 已经采用这种办法 补充了工作人员直接到一线工作 对此前有媒体报道 医务人员任务繁重、过度劳累的问题 曾一新表示 已有文件发布 要求各地根据疫情防控的实际情况 来合理配置医务人员 既要满足医疗服务需求 又保障医务人员休息时间 针对湖北地区病例多的这样一个情况 特别是重症病例救治压力大的 这样一个特殊情况 我们专门制定的医务人员排班和休息的要求 规定工作的时长 保证医务人员的休息时间 任务完成以后 医务人员所在的单位要安排轮休 这些在这个文件里面都提出的具体的要求 希望这个情况能够得到很快的改善